就台北 台湾来讲 你说这次的一个问题 因为跟监听有关 看起来就比较偏向专制不民主 这个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 以去年来看 去年经济学院有公布一个全球民主指数 我本来想找全球专制指数找不到 全球民主指数 把它倒过来一个就是专制指数 我们看一下全球民主指数的分布图 这里面越上面就是深绿色的部分 越绿的话就是完全民主 下面的话就是部分民主 下面的话就是混合政权 所以下面就是独裁政权 完全政权 如果说我们假设用这次的例子来看的话 应该是说你可以关心也可以关缩 当然要合法 部分民主应该是说 你可以关心不能乱关缩 至于你是关心还是关缩 那就另外再判断 至于独裁的话 应该是说你关了以后就会缩 你乱缩以后就会关 所以应该是独裁政权 台湾在哪里 台湾在这个地方 什么颜色 这个是绿色 但是我们偏向这个部分的民主 所以是可以关心不能乱关缩 至于你到底是关心还是关缩 可能就不是你决定的 台湾现在目前是这个样子 美国的话是属于完全民主 但是不像加拿大这么民主 那这个是民主 那这个是民主 我们看全部来看一下 大概跟我们印象中也差不多 非洲大概就比较乱一点 对 关了再说 中国也是在努力 反正就关了以后就会说 那另外一个东西 假设这一次的一个变化之后 造成说 看起来政府的力量是极大化 对 那这有可能造成冲突的加剧 那美国有做一份研究 它是用这个1947年到2009年 这段时间 它用这个政党的极化 所谓极化就是说 这个冲突的 就是说有没有走向两极 对 就是温和派越弱的话 就极化越强 对 这个是它的极化表现 跟这个蓝色的部分是极尼系数 对 那极尼系数是我们这个 贫富差距的这个指标 越高代表说它贫富差距越大 对 所以你看红色的部分 是代表极化的这个情况 两个政党的极化 那另外呢 是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极尼系数的部分 从1947年以来到2009年 这个竟然相关程度高达0.93 是 所以两党政治 这个政治如果说 越极化冲突的话 那其实大家贫富差距会越大 贫富差距越大 也会使两党冲突 有可能 这到底是互为因果 可能都有关系 不过看起来美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当然 如果大家希望贫富 能够越平均的话 那两党最好 做标冲突最好 好 自从经济学人 包括从技术技术 来看一下政治变化 会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可观看要注意到 自从马总统 从美国的过境外交回来之后 其实不是只有针对王金平 包括连APEC的代表人 连续五年代表台湾的连战 也在上几个礼拜 意外被拔掉 那场全面性的开打 已经开始了 到底怎么解读 九月政争 后面真正中美之间 在台湾的角力 我们讲的报告 快帮你做进步观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